今次做飲食, 除了野食而好味之外 還要擺盤擺得好, 環境也要夠優美 我正如今天介紹這間餐廳 每一個角落都可以隨時讓大家出大片 立即和大家安排一下 高士德區, 作為澳門民生區其中一個重鎮 食肆臨立, 競爭激烈 特別是午飯時段, 所以食店都會出盡法寶 務求爭取到這個市場 今天我們來到這間, 是這個區出名漂亮的餐廳吃東西 地方夠大, 而且十分舒適 為了配合年輕人的想法, 還分了不同的打卡區 好像門口一樣, 就有店主的Cafe Razor 放在門口 真是名符其實, 玩完車, 放在Cafe再喝一杯啡 另一個就是這部英國舊版的Cooper仔 很多人看電視見過, 實物就真的比較少 難得見到, 不拍幾張照片都不行 另外, 露台還有不同的植物裝置 讓大家在這裏一邊探啡, 一邊打卡 無論光線還是擺設, 都是為打卡而設 絕對夠了給LIKE 這裏跟阿勝之前去的一樣 是同一個商場的一樓 即是整個商場有中式有西式 真是夠了包羅萬有 我這次點了兩杯, 趁這裏環境的飲料來打卡 首先是一杯士多啤梨特飲 喜歡士多啤梨的朋友, 一定非常滿足 士多啤梨再加上士多啤梨汁, 滿足了士多啤梨控 另外一杯就是美式飲料來的 肯尼亞瀑布咖啡, 怎麽美式飲料呢? 一層朱古力醬, 再加牛奶, 再加上黑朱古力碎 還未完的, 再倒入濃縮咖啡 再加上忌廉和奶蓋 完全是美式那種暴力邪惡 不過呢, 我們沒理由只是喝一杯飲料, 握一下拉就飽了 立即試試他們的主菜 打完卡, 當然要試試這個菜式 杜杜菜我都覺得非常之特別 當然先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黑蒜牛肝菌扁麵 其實師傅就是想用一個類似菌汁的東西 把麵拌在一起吃 所以整個扁麵, 看到是全部掛滿了汁 而且他用了牛肝菌, 所以菌的味道是很濃郁的 試試看 整個汁的菌味都很濃郁, 想不到 可能是因為牛肝菌的關係 大家知道, 如果吃到牛肝菌就知道 菌味真是很出的一種味道 而且整個汁都很濃郁 所以很特別的是, 他加了一塊蒜蓉包 有沒有用呢? 因為汁都很濃郁 很多人都說, 不如做個包去蘸一蘸 牛肝菌汁, 因為黑蒜酸酸的 都很開胃 所以做了一個包, 讓大家蘸一蘸 醬汁, 量一下感覺 牛油蒜蓉包 香脆 剛才提到的黑蒜, 牛肝菌汁 兩種蒜加起來的味道都很特別 很配合 整件事很棒 脆一口, 只吃蒜蓉包都很好吃 好, 今天到一些比較淡味的 就是這裡 海鮮蟹籽蛋白法 有什麼在這裡呢? 跟大家說說一些材料 首先有帶子 有蝦仁 有魷魚 還有醬汁 是用蛋白加少許忌廉 煮的一個醬汁 加上表面有蟹籽 還有紫菜 這個感覺 我相信是很適合親自一起吃 為什麼呢? 這個醬汁很多小朋友都喜歡 特別是表面有一層蟹籽 很特別 口中就爆開了 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歡 當然, 整個醬汁夠滋味 所以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歡吃 試試 通常我們去茶餐廳吃 都是白醬汁 這個就不一樣了 升級了 就是用蛋白炒出來的一個醬汁 但它用蛋白炒 所以它的口感方面 是更加有層次 加少許忌廉 不算多 只是少許 純粹調味 有少許忌廉 淡淡的味道 所以整件事不怕好漏 再加一些比較新鮮的海鮮 很美味 不要說小朋友 我都覺得蠻好吃的 我們繼續下去 試一試這個 近年來講 澳門很流行吃牛角包 不同種類的牛角包 不同整法都有 這個我真的少見 這個就叫做 黑松露 巴馬火腿焗牛角包 有什麼不一樣呢? 通常外面都是牛角包 鍋膚 夾在一起 再加熱 變成鍋膚的形狀 這個不同了 先講講 這是什麼特別呢? 大家可以看到 底部是蛋漿 怎麼焗呢? 就是蛋漿 再加牛角包 再加巴馬火腿 焗 焗完之後 再加少許黑松露 調出黑松露的味道 整件事就是這樣 焗完的巴馬火腿 味道就重一點 鹹一點點 但夾在牛角包 又不怕太鹹 如果直接吃就偏鹹 但多了一層什麼口感呢? 多了一層脆 脆的口感 除了牛角包 焗完之後夠脆之外 再加上黑松露醬 那種香味 一上桌就聞到 喜歡吃黑松露 也要推薦這個 再加上底的蛋漿 想不到蛋漿都起到一個 襯托重 不會太長 而且整個character 拿上桌 開成有披薩 這個真棒 有時我們來到餐廳 真的不知道吃什麼 很多人說 隨便叫一件事 就是 隨便炒碟 紐沙蘭牛加薯 什麼來的呢? 就是這個 這個名字 的確叫做 隨便炒碟 紐沙蘭牛加薯 就是隨便 但是它的味道一點都不適合 首先 它用紐西蘭的牛肌肉去做 而且它的汁是自家製去調配 廚師就說 有少少像是用燒汁的感覺 試試看 香草味很濃很濃很香 在表面上一點都不嫩色 但是它牛肉的味道挺重 因為牛肌肉通常來說是沒有什麼油化 吃的全都是牛的一種肉味 所以加上它的特調 它自己所說的燒汁 但我覺得跟我們一般的燒汁不一樣 它鹹度又不太鹹 反而有少少野味的感覺 而且不太濃 所以蘸下去之後 完全可以吃牛的味道 而且牛也能處理相當好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牛的水分 不怕煮得太硬太乾 因為牛肌肉剛才說到沒有油脂 沒有油花 所以很容易會煮老 這個就不怕 再加上這個 每日都新鮮自己做的薯角 最後一道就是這個 好香濃的蝦湯味 這個就是意大利香煎大蝦龍湯泡飯 吃之前有少少要做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飯配了炸米 吃之前就要倒一些 所以現在不單止要看得吃得 還要有些互動 現在做食線就是這樣 剛剛說到 加上一些炸米 之後試試飯 先說一下 說一下醬汁 這個醬汁 不要說醬汁 是一個湯 其實是一個叫做大蝦龍湯 每日都會新鮮熬 一大煲的蝦龍湯 用龍蝦殼和龍蝦頭一起熬 大約十多斤 都可以熬三十碗至四十碗之間 所以每一個湯都非常濃 看見到的顏色 是龍蝦湯 或是龍蝦龍湯 豉油的色澤 用龍蝦殼 或是蝦頭熬出來的湯 會有這種鮮鮮的海水味的感覺 這個真的沒得騙 剛才加了炸米之後 整件事是有兩個口感 本身的白飯 只是有白飯的軟軟軟的感覺 再加上炸米 兩種口感再加上龍蝦 真的很棒 喜歡喝龍蝦一定會推介 看夠了這麼多主菜之後 是時候吃一些很特別的甜品 吃完煮食 當然吃甜品 這裡的鍋膚配方非常鬆脆 蛋味也比較濃厚 絕對不是省水 就這樣開粉的貨色可以給 你看看它的生果粒 堆滿了 就知道它絕對是夠大方了 而另一個金枕頭榴槤梳乎理 口感綿密的梳乎理 配上D24級的金枕頭 口感疊起來更加綿密 再加多一層自家製的榴槤忌廉 真是濃縮榴槤炸彈感 一次過吃了很多榴槤感 看到這裡 還不找回你的老友 約一起來這裡 一路打卡 一路吃榴槤炸彈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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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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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